比賽開始 阿仙奴對曼聯 曼聯非常重視這場比賽 一輸,對球會的影響很大 可以嗎 林門一腳送大禮給對方 對手中間有一點空位 就被他放進去,可以起腳 林柏特說這個攔截,落力了一點 法賓奴,泰華利斯 沙霞 碧咸 有機會射 我想對方也流幾滴冷汗 現在可以反擊了 馬田奧迪加達 也撞得挺大力 一開始反擊很好 不過有頭威,沒有尾陣 被人截了 應付得不錯 算是成功阻礙人 美斯 美斯背著龍門也很好的 一轉身就被人打荷包 有頭威 球隊現在在美斯道 這下看來像犯規 沒錯,球席就吹雞了 馬田奧迪加達在這下犯規之前 已經已收過一次考投警告 很明顯他接下來要扮乖學生 因為球員一定看著他 再犯規一次就完蛋了 還要目標 馬田奧迪加達 達雲紐尼斯 這球球過不了他 開始就給他壓力 他 是突破的好機會 碧銜 馬田奧迪加達 馬田奧迪加達就犯規 送了自由球給人 馬田奧迪加達 蘇爾 看到了,看到有人了 亞歷山大、亞諾特 拿了佛球回來 迫銜 球來到迫銜 撞下了他 球證指著12碼點 他們就得到一個很好的入球機會 球迷們也一樣緊張 入球了,1比0了 這球已經入球了 相當有信心的一球 想學12碼就跟他這樣踢就對了 龍門也不知道怎麼夠 曼聯,頭打得挺順暢 然後問題是能否保持得到 客隊這個第一個入球簡直是反客為主 不過不要開心得那麼早 這下救命了 給球的路線又太明顯了 迫客 艾玲、哈蘭德 整個反擊都不錯 如果入球了,這球就世界球了 好,搶了球了 太好了,全都吃光了 反擊的時候不夠專心,失敗 機會這樣浪費,失敗 比斯、曼聯 嘗試全球突破 尼桿鼓,閱讀球賽能力好 預測到之後會發生甚麼事 這樣也被你猜到 艾玲、哈蘭德 這樣也不用失敗,真的有運 兩下 守得很好 沙霞 林柏特 可否可以放進去這個空位 起腳 這球厲害,不過陸門沒有眼睛 誰可以搶到 這球如何追 好,尼斯拿到球了 過尼斯 還有 想做出奇不意 不過就不中籠 射門的招式不錯 可惜結果大家有沒有共睹 他應該有好一點的選擇 不過我們在旁邊看 對,跟下場踢有兩回事 這腳直線一下湯穿了 艾玲、哈蘭德 基安駱、基當拿、龍馬 這球球夠得漂亮 有停的 好 擊敗了 法坦奴 碧鱒 這球在韋費特莎下道 有三分鐘 反擊吧 來吧 全部觀眾都一起說了一個字 球證吹雞,上半場夠時間了 兩隊只是相差一球 其實領先的都不算穩固 落後的都不可以追 上半場45分鐘,真的夠刺激了 有很多東西看 曼聯不可以開開心心 結束上半場了 現在領先1比0 比賽的尾45分鐘開始了 領先1球很大意義 勝高一撞 差了一點 馬田奧迪加達 球來到尼桿古腳下 好機會 這一下應該都被球證罰了 上次只收到口頭警告 現在就知道結果是怎樣 球來到迫,下不到了 尾思 是否可以射呢 球出了界,龍門球來 馬田奧迪加達,立法的球 達雲紐尼斯 記連按麥巴比 如果能打穿,這是一個機會 球出來了,過去射 球得很漂亮 下半場開始,無奈就有好氣體了 自己帶球,過了3、4、5、6、7關 之後還要自己射,真是神乎其妓 這些就是武龍感武 不單有腳法,還有速度 最後那一刻更加枯爆 夠了冷靜 這場球夠了,看頭了吧 這場比賽沒有人可以猜到的結果 因為兩支都是極潤 很難說到哪一隊有優勢 把握機會 入球了… 現在又被他們領先 就連對面的支持者都拍了手 只要是懂得看球的人 都知道這球是好球 這球是怎樣射的 射得出來好像很轉彎 龍門很難猜而已 射門,來吧 馬上就追回了 真是以牙還牙 被人入球了,不用怕 趕快進入球就行了 對手也叫你射 當然是攻勁不如從命 這球是射得漂亮的 不過也要稱讚給他的隊友 真的兩邊都不肯認輸嗎 這球入球,那球被人追平了 又要重新來過 浪高的球 全球看來是預錯了 串過去 聰明 這個球比好一點的話 會是一個好機會 阿仙奴 看來要多一點變化才行 誰都知道他們想怎樣踢 射到了 好,成功撐走了 球出界了,界外球 判斷得不錯,截到球了 湯姆利 看誰都在前面 說不定是一球定勝負 基利安麥巴比 這樣就送佛球給人 看來已經是最後警告了 還沒給牌 現在還在等著換人 基利安麥巴比 進來之後應該多一點看頭 因為他跑得很快 基利安麥巴比 基利安麥巴比 被球證捉到,罰球 迫銜 找到空位 厲害,剛才說失球了 又馬上拿到罰球 有機會 成功了 這球已經進入了 反超前 這球真的不能彈 你看Kirma的球員多漂亮 全球踢到現在這樣 真的很難看 莫哥哥,踢 看的人都不開心,對吧 打破僵局了 不錯…有些看頭 不錯 他們才找到機會打開局面 有機會打開局面 球員和球迷都很開心 過了不久就追回 這場球真是拉鋸戰 完全是國不相讓 很有鬥心 說都沒那麼快 被人打開局面後就追回球了 又打成平手 好 這球要拍下局面後就要拍下局面 簡直是教材式的反擊 餐屎,吃了出來 這球球竟然進入 這球球已經進入了 就可以領先了 真是… 對,你看 跳起一頂 臨門一腳就踏了Q 打開局面後就來 打開局面後就要了解 打開局面後就要了解 打開局面後就要再換 還要換人後就好 打開局面後就要換兩個 打開局面後就要換到他 對,就要換一個單位 打開局面後就要換成 打開局面後就要換成 你看看在右邊可以做出甚麼 沒錯,這個攔截真的漂亮 現在看來的球賽的關鍵是 哪一隊能夠冷靜一點 能夠保持球 攻勢組織得不錯,很好把握 先解組為先 這時候有經驗的球員要多負責任 對嗎 不可以這麼簡單失去球 身形佔優 派路,射他吧 時間到了,快點 會否有無法鼓勵的結局 好球 基利安麥,這球怎樣 這場球看來99%都打得很準確 不過還有一次機會 馬田奧迪加特 有5分鐘才能打得很準確 他為了球隊真是非常勞力 折得好,對手沒有負責 這球真的要拚老命守著 起跳了 他自己也心知了,這球球是一般的 再試幾腳吧,下次應該射中籠 就是這樣 看到隊友跑了,對吧 尼瑪拿到球了 其實…有進嗎 有了 來到最後,戰局改寫 這樣也讓他進不了 就值得,值得贊 他可能有想過 之前遠距離是起腳的 不過既然有能力突破對手防線 當然是帶球到門口才進 曼聯領先一球 現在要做的就是守下去 比賽尾段才進球 挺要命的 不過場球還未完 看來還有幾陣攻勢 防線有漏洞 完場了,今天贏球,完成 好了,現在可以好好的慶祝一下 Keyman,給我兩句評語吧 在最重要的時候 他們交出最好的表現 很多球隊面對重大壓力 都會失準 但他們成功跨越難關 結果是實至名歸 好,我們今天的節目來到這裡 在這裡,我們感謝足球專家Keyman 今天真的學到很多東西